你又是不是施工的時候怎麼樣去避免? 因為好像整個武衛鎮現在都在做這樣的工程 有關這個孔雁在施工應該是安全措施應該先排氣 先測量看有沒有一些可燃性的氣體 然後將這些可燃性的氣體先排掉 這樣施工還是比較安全的 那這個是不是整個跟承包商要求償? 承包商的問題是這個跟我比較沒有關係 它這個應該是他們本身的作為安全規定 應該必須有在施工的時候應該有這些安全規範的存在 目前的那個有一滴的含量還大概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 那一氧發展大概有百分之二二十ppm的濃度 那現在還是有一些可燃性氣體的存在 那會造成這個氣爆的原因 應該是一些可燃性氣體 碰到那個工人在用挖解的時候 產生的火花造成的 應該是大概是這樣 所以應該是早氣吧 應該是早氣造成 因為這個相對的案情比較單純 這三個洞三個孔都是有連通的 所以說因為它施工的點 它因為有打開 所以說它的那個爆炸就沒有那麼大